又到開箱文的時間 今天我介紹這個產品 我覺得對於一些熱愛運動 而且又回到一年多 像我那樣 其實是特別適合用的 說真的 如果你的經濟能力許可 其實早點去買 對於尤其我打籃球的朋友來說 是絕對絕對有幫助 今次要介紹這個產品 就是來自Hyperice的Vitam 這個產品其實單價也不便宜 差不多是2000多 為何我會這麼捨得買呢 很久之前我打籃球的時候 那時還好像是30歲 發覺經常當我一打球的時候 一蹲下來就會啪 物理治療師說 它說你的骨頭開始有點移位 所以中間有些氣氣就啪啪啪 或者當你的膝蓋不完全不合適的時候 有一點點移位的時候 它就會骨頭撞骨頭就啪啪聲 其實這個也算是正常的 但是對於你這樣磨事 因為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的身體無論是軟骨或其他東西 都慢慢慢慢流失 這是沒有辦法的 這件其實是可以幫你的膝蓋 無論你在運動前 運動後 或者運動中途 都可以用到的 我只去Test的時候 應該都非常棒的 速熱理療 震動按摩 便攜式 腿部理療宜 好 開了 其實它很簡約 你一開的時候 首先包你的膝蓋 那塊好像崩帶的東西 有一個火牛 這個就是腰部的 我這次其實就是買腳的產品 第三個就是肩膝蓋 它現在也贊助了很多的NBA球星 比賽途中 或者比賽之前 在熱身的時候都會用的 主機 這個滑開東西包住了 這個 登登 這裡有四個正方形 這裡會有一些震動 或者按摩的功能 就是由這部機器去控制的 控制這四塊的片 它會包住不同的地方 Let's say 你包住手 包住之後就可以震動 或者熱膚 它是用充電形式的 其實現在很多比較貴的產品 都是這樣的 例如我們香港就用這種頭 好像日本就是用這個頭 台灣好像也不是用這個頭 台灣就直接用這個頭 就是扁腳頭 要先把它解掉 轉了 其實這個在國際上都可以用到 按一聲之後就可以了 它都頗用者 friendly 真的只有三樣東西 它拉開之後總共有三個魔術貼位 第一個步驟 這樣套下去 機器旁邊有一個紅色按鈕 機器下面就是這個充電位上 就是一個開關按鈕 記住來那個 當然要拉緊的 你看到這個Logo 現在突然變了向下 你看這個螢幕 其實是自己看的 因為你要首先開關 上面其實它是Touch screen 但是以我所知 隔了幾秒之後 它就已經會按不到 你看到我按任何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你就要解鎖了 它總共是分了幾個不同的模式 首先說到溫度 它溫度在90秒之內 就可以快速加熱 總共有幾個溫度 包括有55度 63度 72度 三種的溫度 給你選擇 它有行定 墨充 還有變化 最後 最下一個行 就是教你的時間 每一次療程是20分鐘 好 這就是關掉了 現在用了一陣 腳已經是暖粒粒 摸下去 手感就是一條一條一條 那些就是發熱線 剛才那四塊正方形 就是震動的 當你選擇第一個模式 就是行定的時候 它就會1、2、3、4 1、2、3、4 這樣震動你 那熱身 你當然會做很多去暖暖 你在熱身的時候帶著 但這個就會再快一點 當然 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就可以買兩個 但一個都要二千多 我沒理由買兩個 很貴的 那就會看看你自己 譬如你每邊20分鐘 你看到現在很多NBA球星都會做 就是當你下場的時候 你見有些教練 叫你再上場之前 一定會跟你說一句 你快點去跑一陣 因為你的身體在比賽完之後的中段 你突然之間會出現一個cool down的情況 但如果你用了這部機的時候 就變相你在cool down的時候 仍然可以保持 尤其是關節位 膝蓋 手臂 肩膀 這些位置 一直保持熱的狀態 這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有人會錯過了 有一個朋友 Brian 他說不是 如果買的話 當然買一條長 其實那個很好的 那四千多元 但是就變成了兩隻腳 但是有一個問題 你帶出去 也是非常方便 他其實真真正正的重量 就是1.6公斤 還有我自己挺建議 你去比賽的路上 已經開始旺旺 有時候你不知道 有時候你打球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一落場就要打球 當然 他主要是給膝蓋 但是例如我今天有少少腰痛 是不行的 那條腰是不夠的 我看他說要找繃帶或腰封 你會把這部機拆出來 當然你要先開著 然後你再貼著自己的腰 都可以做到效果 我聽聽 告訴我朋友說 其實很多女性都很適合用 除了做運動之外 其實當你M痛的時候 其實你放在肚子裡 對女性來說 都有孽膚的功能 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讓你長遠、將來 這些產品是不可以缺少的 今天這條影片也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再想看我 開任何新科技、新產品 黑科技或新球鞋的話 記得要追蹤我幽默感的頻道 希望大家多點訂閱我新一年 2021年 希望逐步逐步穩步上揚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Bye